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不过随着各国战略战术的调整 打击方式的变化 感觉近些年的海空装备以及导弹武器总是被优先发展 而这款披挂重甲的陆战之王似乎越来越不起眼 不受人关注 不过各大传统陆军强国从未放松新一代坦克的研制工作 2022年是坦克的发展之年 各国坦克生产商相继爆出自家的新型坦克 颇有一较高下竞争地表最强坦克的意味 2022年6月13日 在欧洲国际防务展上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KF-51黑豹坦克正式亮相 KF-51在外形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坦克设计的影子 它身披三色数码迷彩 外部线条硬朗 大尺寸炮塔和大口径火炮 外加框架式护套尤其惹人注目 KF-51主战坦克的与众不同 可不仅仅是在外表 轻车重炮是KF-51的一大特征 KF-51坦克重约59吨 相比重量70吨的鲍2A7坦克 可谓是轻了不少 而在动力方面 则采用和鲍2A7相同的 1475马力柴油发动机 因此在理论上具备更高的机动性 虽然KF-51身子变轻了 但火力却变得更强 该坦克最大的特色之一 就是装备了一门 莱茵金属新研制的 NG130型130毫米滑堂炮 新型130毫米滑堂炮 拥有51倍静伸管 采用高强度钢制成 内膛镀铬 配备利歇式炮栓 电机发装置 炮膛容积有所增加 可发射体积更大的炮弹 以获得更高弹丸出速和穿甲能力 按照官方公开信息 这门NG130滑堂炮的 钥匙溶积为15升 设计堂压880兆帕 比120毫米火炮效率高出50%以上 可以击穿2000米外 900到1000毫米厚均止钢板 炮堂的溶积有所增加 可以填装威力更大的炮弹 尤其是德国研制的 新一代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而且130毫米口径的这种滑堂炮 和120毫米口径的滑堂炮 包括125毫米的口径的滑堂炮相比 它本身就具有威力的这样一个优势 或者是射击距离的优势 所以在坦克对决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种130毫米口径的 大威力的滑堂炮 那么它确实可以发挥 一锤定音的这样一个作战效能 KF-51拥有全球最大的炮塔 炮塔和车体之间的夸张比例 也是全球之罪 在炮塔上方设置了一个 无人机发射模块 具备发射四枚巡飞弹的能力 能够打击60千米外的多种目标 让坦克拥有超视距作战能力 此外它还可以携带侦察无人机 可以极大改善当今主战坦克的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主战坦克配备无人机 配备巡飞弹 相当于拥有了一个会飞的侦察兵 可以进行伴随作战 可以进行联合作战 那么有效地拓展 坦克车组成员的视野 针对战场上的危险 可以进行及早感知 针对对手 它的这种情况状态和性能 也可以进行及早的了解 所以说未来主战坦克和无人机 以及巡飞弹搭配作战 应该是一个发展趋势 由于KF-51配备了自动装弹机 车组减少到三人 车长 炮手 驾驶员 如果有需要 还可以设置第四名车组成员 KF-51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 泰式感知系统和光学传感系统 通过车体四周的摄像头 为车长提供虚拟360度全向视野 成员配备有360度头盔显示器 以及红外光学测距仪 做到了真正的率先发现 首发机会 2022年6月13日 在欧洲国际防务展上 离德国莱因金属公司KF-51 主战坦克不远的展示区 一辆外形同样奇特的坦克 高调亮相 这就是德国克劳斯马菲维格曼公司 与法国耐克斯特公司 两大地面武器装备研发公司 联合研制的增强型主战坦克 EMBT EMBT也是未来国际市场上 KF-51坦克的主要竞争对手 其实这并不是EMBT主战坦克的 首次亮相 早在2018年 EMBT就以德国鲍尔A7坦克底盘 加上法国勒克莱尔坦克炮塔的 拼接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不过这次的亮相 完全颠覆了上次的设计 与KF-51的隐身炮塔设计相反的是 它的炮塔并不简洁 反而采用了更多的错层布局 显得更为紧凑小巧 更有特色的是 狭窄的炮塔上方 有两座遥控武器站 在右侧为ARX-30武器遥控站 主武器为一门M2-30机炮 该武器遥控站配备有双向稳定系统 具备热成像和红外观瞄系统 这些火控系统 意味着机炮完全可以独立 作为打击火力使用 而不依赖于主炮的火控系统 主要用于打击无人机 以及地面软目标 而在炮塔左侧的武器遥控站 实际上是集成了一艇 7.62毫米机枪的车掌周视镜 该机枪也能换装成榴弹发射器 或数组烟雾发射装置 EMBT主战坦克 采用了传统的有人炮塔设计 其主炮为一门与法国勒克莱尔 主战坦克同行的 52倍径120毫米滑膛炮 配备有22发被弹的自动装弹机 所以我们看 它是一个二合一的设计理念 把主战坦克和火力支援战车 它的这种性能和作战能力 结合到了一起 那么无论是在 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进行这种作战 还是在复杂的环境当中 比如说城市站的环境当中 进行作战 它都可以更好地去适应这种任务 在防护方面 炮塔四周安装有战力品 VPS主动防御系统 和探测雷达与激光告警系统 同时还有声学枪声检测系统 这种系统可以安装在任何装甲车辆上 每个麦克风都可快速更换 不需要任何校转 覆盖360度区域 并始终处于开机状态 可检测是否有单发连发枪弹 朝车辆方向射击 并可识别各种口径 在车组成员方面 EMBT仍然选择了四人车组 与KF51一样 在驾驶员 车长和炮长外 还增加了一名无人装备操作手 在增强型主战坦克 EMBT和KF51黑豹出现了风头之后 2022年10月9日 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在2022年度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 正式发布了其爱布拉姆斯X 新一代主战坦克的技术验证样车 从外形来看 新一代爱布拉姆斯X坦克 外形前卫涂装科幻 外表使用了碳纤维非结构建装饰 从上到下散发出科技的气息 阿布拉姆斯X主战坦克的研发背景 就是美国陆军认为现役的主战坦克 也就是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改进型 太重了 而且不太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 所以美国的军火商就推出了爱布拉姆斯X 我认为爱布拉姆斯X主战坦克 它的设计理念 包括整体的车体结构 是参考了 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抄袭了 俄罗斯的特14阿玛塔主战坦克 爱布拉姆斯X坦克 使用了基于M1A1主战坦克底盘 改进而来的车体 和可降自身重量的遥控无人炮塔 并应用了由AI辅助的 下一代电子架构技术 全状态下的战斗权重为53.5吨 车组成员为三人 人员位置跟俄罗斯的T14坦克一样 均被安排在了车体前部的成员舱内 以并列而坐的方式进行布置 其中车掌位于中间 炮掌位于右侧 驾驶员则位于左侧 同时在遥控无人炮塔内的右侧 仍留有一个炮掌位 以便在无法进行遥控操作的情况下 炮掌可进入炮塔内 以降级模式手动操作炮塔工作 艾布拉姆斯X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它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 这种系统能够有效降低油耗 仅为美国现役 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一半 同时降低的还有坦克的红外辐射 行动噪音也大幅下降 更有利于在战场上隐蔽自身 目前在各国新一代主战坦克中 这还是首创 在艾布拉姆斯X的炮塔中轴线 靠后位置 安装有RS6防御者遥控武器站 配有一门XM914型 30毫米链式自动炮 能发射可拼成弹药 该炮从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 30毫米链式自动炮发展而来 还具备加装一枚标枪 或两枚独自导弹的能力 其打击能力相对更加全面 这一系列的设计 让艾布拉姆斯X的性能 远远超过了美陆军现役的 M1A2系列坦克 2022年各坦克生产商 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方式 相继亮相 来彰显自己的技术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不过说到能代表一个 国家综合水平科技实力的装备 我们常常还会说到 海上巨兽航空母舰 因为航母是一个 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 并且现役的数量极少 所以他们的消息 每次都会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2022年的航母动态 2022年10月4日 美军最新航母福特号航空母舰 从弗吉尼亚州 诺福克军港出发执行任务 这是它自2017年服役以来的 首次部署 53天后返回了诺福克军港 美国花费130亿美元 打造的福特级航母 是世界上吨位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航空母舰 它将逐步替换美国现役的 尼米兹级航母 福特号是它的首舟 福特号应用了许多创新设计 以及丰富的高科技组件 为了克服技术难题 和完成稳定性测试 福特号的工期被一再延长 直到2017年7月 福特号正式服役美海军 大西洋舰队 然而经过多年的调试 第一次的部署表现 仍让美海军大失所望 甚至许多人认为 远远比不了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据统计 福特号上携带了50多架飞机 在首次部署过程中 一共放飞了1250多架次 也就是每天起飞不到23架次 福特号采用了两座新型的 AEB型压水式核反应堆 供电量是尼米兹级的三倍 两座反应堆能保持 600兆拉以上的稳定电力输出 足以满足十余万个家庭的 日常供电 如此强大的动力单元 不但是为了保证 这艘10万吨的军舰 能够以30节的航速航行 还要供给舰上复杂 和庞大的电子设备 更为重要的是 要为福特号新配备的 四套电磁弹射系统 提供充足的电力 电磁弹射系统 由两根长固定导轨 和一个挂住飞机的 牵引杆组成 导轨由电磁线圈构成 充电的时候产生电磁力 拉动牵引杆沿着轨道前进 拖着飞机 并让它从甲板上起飞 相比之前的蒸汽弹射器 电磁弹射器的加速过程 更加均匀 效率更高 对飞机损伤更小 福特号还配备了 先进的阻拦锁系统 同样以电磁原理 为拦截提供阻力 整套系统 由计算机控制拦截力度 能够自动适应 不同重量的机型 而无需再像 传统的阻拦锁一样 需要根据不同的机型 增减阻拦锁的配重 福特级的核动力航母 它的信息化的作战能力 应该也会有所强化 那么它的指挥中心 会变得更大 更智能 可以针对航母本身 包括航母舰载机 部队本身 进行更好的指挥 与此同时 也可以更为有效地 指挥其他的一些 这种作战舰艇 比如说阿里伯克级的驱逐舰 朱姆尔特级的驱逐舰 包括未来的星座级的 这个护卫舰 所以福特级核动力航母 不仅仅是一个海上的移动机场 同样也是一个大型的指挥中心 2021年 福特号分别进行了 三次全舰冲击试验 并且距离一次比一次近 这是美国航母30年来 首次进行类似测试 海军全舰冲击试验的目的 是测试舰船的抗冲击强度 并通过模拟作战场景 来确定它能否按预期 继续运行 不过因为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 所以福特号航母问题频出 尤其是让它引以为傲的 电磁弹射器 以及电磁阻拦锁 根据美军的测试结果 两者的整体状态并不稳定 弹射系统在近2000次测试中 发生了200多次故障 平均的严重故障间隔为240次 超出原标准的5倍 阻拦锁的70多次测试 发生了9次故障 超出预期标准近250倍 可以说美国海军 在航母技术的应用方面 还是有一点急于求成 那么可以说是贪大求全 要把福特级航母 打造成更大更先进的 这种海上的核动力的 作战平坦 所以新技术集成的太多 新理念应用的太多 那么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在早期服役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存在一些故障 甚至可以说它的作战能力 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 与美国拥有悠久的 航母使用历史类似 亚洲的印度 也有着60余年航母使用经验 甚至在很长时间 都是双航母编队在执行任务 不过从采购英国航母 到货赠俄罗斯航母 印度海军直到2002年9月2日 才拥有了第一艘国产航母 维克兰特号 该航母服役 标志着印度成为 即美 俄 英 法 中之后 第六个能够建造中型航母的国家 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 是印度独立制造的第一艘国产航母 那么它是一个中型航母的体量 排水量是4万吨左右 仍然是采用华越甲板的这种设计理念 那么拥有了维克兰特号航母之后 印度海军会构建起双航母编队 那么针对远洋区域 针对印度洋 它的兵力投送能力 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然而 维克兰特号 从开工建造到服役 历时13年之久 号称世界上建造时间最长的航母 曲折过程远超美军福特号 2009年 维克兰特号在印度科钦造船厂 正式开工建造 2013年施工进程 达到75%后正式下水 经过设备调试后 2015年 整体建造进入收尾阶段 2020年 维克兰特号基本完工 但是根据印度海军设想 维克兰特号应该在2010年下水 2016年投入使用 维克兰特号的舰桥上 配由以色列公司研制的 S波段多功能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和意大利公司研发的 L波段远程预警雷达 舰上的综合航空管理系统 由俄罗斯公司提供 维克兰特号依然采用了 华越起飞甲板 配备了三道阻拦锁 拥有两个舰载机起飞位置 两台升降机 六个直升机起降点 十二个舰载机临时停放点 据说可以搭载 约40架各类飞机 在舰载机方面 印度海军的维克拉玛迪亚号航母 使用的是米格29K舰载机 不过这型飞机近些年 接连坠毁多架 令印度海军苦恼不已 而印度本土化光辉舰载机 因性能不达标 迟迟不能列装 不过在2022年 美国的FA-18和法国的阵风M 分别在印度国阿邦西南部的 汉萨海军基地 进行了华越起飞和拦阻降落 验证两款舰载机与华越甲板的兼容性 在航母的子系统方面 印度还是受制于人的 现在舰载机和航母 还没有进行核链 就是因为它上面还没有安装 非常靠谱 非常安全的这种拦阻锁 那么如果说拦阻所没有安装到位 舰载机是没有办法 在维克兰特号航母的甲板上 进行着舰的 那么发展航母过于受制于人 自己缺乏核心设计 缺乏这种核心的子系统 那么这就会出现 航母造出来 但是不能战斗 没有办法实现百分之百的作战能力 因为它会面临一些系统的集成问题 会面临一些这种子系统不到位的问题 目前印度海军 已经正式接收了维克兰特号 但是其真正具备初始战力 要在2023年以后 从陆战之王坦克到海上巨兽航空母舰 我们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型传统钢铁武器 见证着昨天的历史 也代表着武器装备的明天 而他们的不断推陈出新 依然是人们所关注的热电话题 好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 军事科技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022年世界武器装备之灵中 有的兵器正式列装 有的兵器研发陷入停摆 有的争当地表最强 创新发展 有的略显尴尬 低调改进 下期军事科技 让我们一起回首2022 共同回味世界兵器舞台的那些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